好 新美 剛剛看到的是32例 它事實上是非法的看護 那所以它事實上是一個黑素 那現在確定追出來 它的朋友在高雄 現在喉嚨痛 近腹壓隔離病房 萬一確診 恐怕對高雄來講 會有新一波的這一個疫情 其實你看到它是等於 從高雄到北部 兩邊來回跑 其實我覺得它可以 從三個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恐怕真的相對下 我們需要皮繃緊一點 第一件事情 其實剛剛林醫師有提到 就是我們這種所謂的非法移工 其實我們在這一次的口罩 在一開始我們決定 所謂的用這個身份證 或是用健保卡 來決定給予口罩的分量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有考慮到 我們有一些人是 這個勞工身份 或是有一些是境外移境的勞工 只要它是一個合法的狀態 它基本上是可以用所謂的健保卡 儘管它沒有身份證 去領所謂的口罩 但這種所謂的非法移工 它就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請問那一個時間 就是我們在大家在搶口罩 排口罩的時候 你一照難求 所以你會把你的口罩 給一個可能沒有辦法 拿到口罩的人 再來他可能 這個怎麼講 就是他自己本身 也沒有那個權利 去買到這些口罩 或有這個口罩來源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在最基礎 我們在提說 我們要怎麼去防止 洗手戴口罩 洗手或許他可能有做 但口罩這個 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他有很高的機會 是沒有辦法 或許到口罩 那在一個沒有口罩的前提下 他做的交通工具 其實很多是屬於密閉式的空間 我們有提過密閉式的空間 他的感染率是遠高於我們在一個空曠的場合 所以光第一個 他的一個口罩的一個疑問 就可能他是呈現一直以來都是 這個嘴巴都是開著 鼻腔口咽都是開著的情況下 去到每一個地方 他是風險一 第二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長期接觸 其實我們為什麼要戴口罩 為什麼要洗手 他最主要原因是 這次病毒 他喜歡坐落的位置 其實在肺部的口咽 就是肺部是不會傳染出去 但我們會經由我們的嘴巴 口鹽 鼻涕 口水 唾液這些東西 所給分泌出去 那這個會面臨到的問題是這樣 我們假設今天我只是去到藥局 領一個口罩 我可以把口罩戴好 但假設我在一個比較嚴峻的狀態 什麼是嚴峻的狀態 韓國的這個宗教事件 其實就是我們在一個長期 需要接觸這個地區的時候 我打個噴嚏 我能不能 我該如何去預防它 我是不是每一次都可以洗手 所以這種長期接觸 他會遇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請問你在吃飯的時候 尤其是你們一群人坐下來 終於只有這15分鐘 你可以好好吃一頓飯的時候 你有可能戴著口罩嗎 你有可能先去洗手再過來嗎 因此這一區他的一個 吃飯的一個聚集的感染率 其實是比一般人來得更高的 第二個就是 我們尤其像是這個 之前的這位外勞 他在27例在照顧所造成的 一個間接的感染 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些這個長期接觸 比如說我是個外勞 我必須要照顧個老人家 其實你在做這些工作 你需要搬老人 你需要幫他洗澡 他就仿佛在 我們在一個跑馬 他就是一個親密接觸 他的感染風險 這樣子相對比一般家人高 對 而且他是屬於一個 比較辛苦的狀態 所以你要叫他在這種 在做勞力的時候 他還同時去知道 我自己應該要做好預防 我是覺得 有一點強人所難 就這件事情 光是我們自己去理解 我們就可以知道 他的可能性是很低的 那其實他目前所看到的資訊 還是以他在工廠的接觸為主 但是是否他會像 其他的一些非法勞工 同時可以去照顧一些老人家 這會遇到另一個隱憂 就像現在最新的這一位糖尿病者 罹患的隱憂一樣 我們到目前為止看到這個新型冠狀病毒 在重症的病人 或是他造成重症的狀態 通常都是在年紀大 對 慢性病 合併慢性病 所以假設今天他除了在工廠去做這個工作以外 他同時去照顧了一個老人家 可能在某一天 他就去接了一個老人家的照顧的時候 這老人的感染機會可能是在大幅度上升 而且他變為重症的機會是在大幅度上升 所以他的疑慮二其實是在這些長期接觸者 除了感染率高 他可能所引發的這個感染者的一個 我們說轉成重症的機會 可能也來的比較高 所以這個是一個我覺得 比較擔憂的一個層面 那第三個其實在我們之前的這個 非法移民的勞工上 其實就探討過很多 就是我們所面臨到的問題 其實就會有一點點像當時韓國的宗教團體的問題 因為在這個宗教團體裡頭 大家是不太會願意去把這一件事情 說我去參加這個宗教 一樣的非法移工 他會面臨到法律的責任 他會面臨到很多的問題 所以他可能是並不會願意去曝光他自己的身份 所以我們在追溯來源上 就會變得更加的困難 所以從這三個點其實來看 我會覺得這個是個相對像 我們比較不想要被傳染 傳染給他的一個案例 因為這個案例他接下來說引發的一些不確定性太多 他的這些不確定性我們需要收尾的 就是我們需要去照顧這群病人的可能性 潛在風險其實是相對比較高的 好 那欣梅我問你 你也是低線醫生 而且你傳統加醫科醫生 也是一般的觀眾朋友 他如果有不舒服 喉嚨痛或者流鼻水小發燒 他很容易掛到加醫科去 所以事實上作為低線醫生 你最近一定也遇到過很多 有些可能是很神經質的案例 但是有些可能看起來覺得 有點毛毛的高風險的案例 其實說實話我們現在所有的病人 我都會用神經質的方式去看 看這些病人 我覺得你寧可錯殺 對 你要從嚴來處理 對 我會寧可從嚴處理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這些人 他有一個接觸時 他有合併症狀 而且這個症狀 因為就像我講的 這個新型冠中病毒長得太詭異了 所以他的症狀可能千奇百怪 從輕症到重症都可能 如果這些症狀合併了一段時間 再加上有接觸時 我就會先考慮他有這個一點點的風險 那這個指標其實在很關鍵的就是 在當他轉成所謂的社區感染的時候 這個風險的心態 在所有的醫療人員都會出現 也就是說今天這個人來 或許他的接觸時 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我們在最早的時候 我們在定義或診斷疾病的時候 我們都一定會問你是否從 比如說中國的武漢來 接下來就變成中國來 再來就變成日本跟韓國來 比我們家一個很常 就是糖尿病高血壓西血管疾病 而且很常是三高的病人 每到一段時間 他就去找醫生回診拿藥 對 所以我通常就會在最後都會講 而且我都會確定他有沒有戴口罩 他的口罩戴的有沒有反便 因為我們真的在 現在衛教的很好 但是在最初期 我們非常常看到戴相反口罩的人 那你就會指證你的病人說 你戴錯了 對 要提醒他 為什麼 因為這一群人 一旦他變成了破口的時候 他變成重症 跟他這個接下來疾病的發展 可能就是我們比較不樂見的 所以反過來就是 假設你不是我的病人 我不會每個人都是我病人 你自己是屬於我們說的慢性病跟老人家的時候 其實在目前的包括是日本的第一個死亡案例 跟有一些相關死亡案例你可以看到 跟免疫力仍然還是有一點關聯性 所以當你是屬於已經被歸類這個族群的時候 我覺得你該做的基礎防護真的要做好 就像我們家醫科 一般人會認為 他應該還不至於會遇到 我們所謂的這些高風險傳染的病人 但我們可能在30個病人裡頭 就會有一到兩個 他是可能因為這個問題來看診 所以我們整探過程 我們都會用最高規格 來處理所有病人 一樣的 你自己現在 因為我們現在的目前的傳染已經是北中南 各個地方都陸陸續續有發生案例 所以你應該要假設 你就是可能身邊就住著一個類似的人 你在出門買東西 你在吃飯 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時候 你就要用高規格來預防新型冠狀病毒 跑到你家或跑到你的身邊 好 那欣美 我再跟你討論一個問題 在我們錄影的時間點 我閱讀到的最新數字 南韓超過2000例 是2022例 那13死 意大利600多例 655例 已經確定死亡14個 所以意大利的惡化也惡化的很快 然後再來伊朗最恐怖 已經確定死26個 昨天我們看到他的衛生部長 這個確診 他的駐范蒂岡的外交官大使確診 然後他另外還有一個是副總統確診 然後我還看到他們 昨天到昨天為止開的那個會議 全都近距離 然後有好幾個確診的也沒有戴口罩 所以感覺伊朗的狀況有可能還在惡化 那他爆出來的官方數字是270例確診 可是他死亡高達2060 所以他死亡率接近高達1成 所以我自己閱讀觀察到的狀況 就是這支病毒的死亡率 他的高低事實上取決於 他在哪個國家哪個醫療體系 在不同醫療體系裡 他的死亡率他有非常懸殊的差異 其實我覺得他關乎兩個點 第一個還是我們講的傳播速度 其實我們在這次的這個病毒 很多的這個在流行避穴的學家 所宣稱的一個R0值落差非常的大 從1點多到4點多 甚至還有人覺得要高於4點多 我覺得這個值會落差這麼大 是在於他觀察哪個區塊 比如說他觀察的是台灣 或許他算一算就覺得1點多而已 對 可是如果他觀察的是韓國 他觀察的是武漢 甚至是現在觀察的意大利 他可能就覺得 這個值好像是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我舉一個例子 人人戴口罩 傳染率一定低 對 口罩沒有人人戴 傳染率一定會相對高 我們今年因為大家都戴口罩 我們連流感的個案都變得很少 會下降 對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這個地方的人民他的自覺度 對 所以其實像比如說 我之前在最早這一件事情 剛發生的時候 有一些那個 英國的一些朋友 他們就去分享他們現在英國的一個 對付這一支新型冠狀病毒的心態 他們說其實一般人都不戴口罩 原因是歐洲人他們其實 好像有一種心態是我戴著口罩 我好像覺得我是病人 所以他們會覺得不戴口罩是 是比較好像比較可以有 比較健康比較自然的感覺 但是光這個習慣的不同 我們台灣人其實有些人過敏嘛 就很習慣戴口罩 那這個特殊季節 我們也被SARS嚇過 所以我們戴口罩的比率 非常非常的高 光這個懸殊就會造成 傳染率的不同 第二件事情是死亡率 死亡率或重症率 我把重症率講在這裡頭 這個就會直接關聯於 他的醫療體系有沒有崩潰 像我們來看一下韓國 其實我更擔憂的是日本 我覺得日本是一個小炸彈 他可能引爆了 會引發大家的驚嚇 但是我們先講韓國 韓國就是剛剛林醫師有提到說 他們的一個富亞隔離病房的數量 其實跟台灣是差不多的 就是也就是一千多床 他們現在已經有兩千多個人了 他們如果在這個時刻可以做好 就比如說政府的一個速度 決策很快 他們可以做好相對應的分流措施 我相信他們的這些重症 跟死亡的病人 他們的品質仍然顧得好 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觀察 很多地方死亡率 對於伊朗真的人需要觀察 因為他們死亡率真的是超乎我們想像 可是你在其他地區去換算 差不多都落在2到3%左右 所以其實以死亡率我覺得 他會直接與你醫療有沒有崩潰有關 我再講到日本 其實我覺得日本會是一個更可怕的原因 是在於他們的一個決策 他們決策是說什麼人可以篩檢 其實現在台灣叫做追溯型篩檢 就是說我今天這個一個病人被確診後 他相關的動線我們都去做檢查 日本的做法 因為他們可能第一個源頭 是比較不好追溯的 他們現在的做法叫做 我們必須要有相關的症狀 而且持續一段時間 他的用症狀是發燒 這件事情我覺得 他有很高的隱憂是這樣 我們去看那些重症病人 我們所謂的重症不是只有死亡 重症加護病房全部都算 他們所有共同的一個特色 就是他們有高達98到100%的人 都有發燒症狀 可是他們的篩選 工具叫做發燒四天 所以等於說他們篩檢到的人 如果有這個人很不幸的 他可能馬上就會變成重症 但是同時的 所以他破口味超多 對 但同時的 在發燒四天以前的人 日本是個非常有名的 他只要是人還可以走路 他就必須要去工作 電車跟交通工具的密集度也超高 之可怕是人進不去 還要拿一個掃把把你推進去 所以你的人可能就靠著另一個人 在這種情況下 如果人人都戴口罩 你一樣會有手鼻的接觸 也就是說這個預防幾乎很難防 可是偏偏這些發燒 跟他可能就是新型冠狀病毒的人 就已經會讓他的總體數字上升 對 所以當總體數字上升 我們再去乘以2或乘以 所謂的13到15%的重症率 其實他的總數是很大的 所以等他報到那一天的時候 一來 數字可能就會很驚人 好 我們稍後回來